狙击手再次发来报道了 我们的猪猪又又又出外场散步了 虽然只有几秒钟 但比起上次福宝的单棒秀 这次仿佛在边躲边笑 要是一直这种状况的话 福宝说不定真会在五月份跟大家见面 到时候怕是基地的门都要被踏烂了 而另一边的江宋爷爷也到了最头疼的时候 双胞胎体重飞速增加又不肯下班 辉宝看到爷爷要接他下班 立马就往妈妈树上爬去 宋爷爷也是飞速拦着辉宝 这场景让我想起了福宝爬树 宋爷爷直接飞快拦截不让 不过这次可是怕辉宝爬上树 爷爷就无可奈何了 要知道树上的辉宝 宋爷爷可是没有丝毫办法 多次被弄得满头大汗 被宋爷爷抱着的辉宝不停地扭动 用爪子不停地扒拉爷爷表示自己要继续营业 此时江爷爷则是利用靴子来引诱瑞宝 跟上自己的脚步回家 果然江还是老的辣 不过瑞宝也是会极限拉扯的 看见那是通往下班的路 立马就扭头跑 这不是跟以前的福宝一模一样吗 瑞宝还会突然回击爷爷 爷孙俩就隔着一个独木桥大眼瞪小眼 瑞宝抓着独木桥表示道自己不想下班 还想继续营业 江爷爷直接就转身走了几步 然后蹲下 也是猜透了瑞宝会奔向自己 江爷爷这是轻松拿捏瑞宝呀 然后突然将瑞宝抱起 看来当初福宝这招瑞宝用已经不好使了 江爷爷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就这样瑞宝成功下班 宋爷爷将辉宝放回房间 最后还说来跟姨姨们拜拜 用手势告诉大家该回去了 还模仿瑞宝辉宝用手碰玻璃跟游客互动 不得不说宋爷爷跟福宝成长了很多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社恐人员了 直到看见胡哥坐地铁抱着花花 我才知道花花到底有多火 近日胡哥路眼下班坐地铁说 来成都带花花坐一次地铁 这趟旅程就算不续此行了 花花为什么会从霸王花变成顶流女明星呢 首先我们的花花从出生就和别人不一样 有超高的辨识度 从小就乍毛的她两只后脚都有白玉环 脸就像一个小狐狸一样非常的可爱 难怪大家都说能打败花花的只有小时候的花花了 一出生就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仔细看花花 也就能发现花花的形状像一个三角饭团 在花花心里自己不是叫花花而是叫果赖 每次谈爷爷叫花花 花花都无动于衷 但是听见果赖两个字 花花会立马回应 她和弟弟和叶氏为数不多 留级两年还在幼儿园的熊猫 花花能成为顶流可不单单 因为颜值可爱 最主要的还是董事跟那个温顺的性格 从来不让饲养员们操心 虽然我们的花花没有啥玩具 但是花花从来没有抱怨 地上的石头也可以玩得不亦乐乎 看到每天有这么多游客来看花花 花花也是积极营业 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 要知道熊猫是最不喜欢吃药的 远在韩国的福宝被爷爷虎骗吃药 那口吐白沫的表情既让人心疼又让人觉得搞笑 而我们的花花不是这样 谈爷爷每次给花花喂药时 花花不但不逃避 还主动上前去吃药 花花的情绪非常的好 主打一个不争不抢 每次被其他小熊猫抢的时候 花花都不会生气 而是默默地去拿心的损损 韩爷爷都说花花是所有小熊猫里性格最好的 近期我们的花花由于感冒生病了无法营业 却有许多游客投诉花花 要知道就连疫情期间我们的花花都每天出来营业 为的就是不让游客们失望 希望那些来看花花的粉丝们不要担心不要着急 花花目前情况相对比较稳定 相信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两个双胞胎宝宝出生的第五十天 此时的一宝在宝温箱显得格外的大只 今天是一宝跟二宝互换的日子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熊猫宝宝每十天就会互换 一个由爱宝饲养一个由人工饲养 将爷爷准备趁爱宝吃饭的时候将一宝二宝互换 此时的爱宝连吃东西都懒得起来 旁边的小苹果让爱宝把二宝无意地藏了起来 然后深情地望着爷爷爷 希望爷爷来为他吃饭 这撒娇的小眼神谁能顶得住啊 爱宝来到另一个房间吃饭 将爷爷就把房间关了起来 爱宝也是很平静 因为他相信将奶爸 随后将爷爷就把二宝放进了篮子里去 接下来的场景让我回忆起当初福宝被爷爷抱走 爷爷还害怕被爱宝看见故意挡着 而现在爷爷正大光明地将宝宝抱走 却被福宝看见了 此时的二宝怀着好奇探出了头脑 非常的可爱 将二宝送走以后 将爷爷和圣西一就开始打扫宝宝的房间了 清洁了两遍 爷爷就带着一宝奔向爱宝的房间 爷爷将一宝抱进了清洁好的房间 此时的一宝一字马做得非常的标准 随后爱宝直接不吃饭了走向一宝 可能是因为十天没有见到一宝 爱宝瞬间将一宝叼进了怀里 然后不停地舔尸宝宝 一宝一到爱宝身边第一件事就是喝妈妈的奶 爱宝也是专心地给宝宝喂奶 爷爷说爱宝真的很会照顾宝宝 是最好的妈妈 第二天爱宝还在睡觉 将爷爷就帮助一宝吃起了早餐 爷爷怕一宝站立不住 一直用手扶着一宝 喝了一早上奶的一宝仿佛又大了一圈 然后趴在爱宝的爪子上睡起了午觉 睡醒后一宝相当地有活力 对着爷爷打起了招呼 真的是太可爱了 随后将爷爷要给一宝称体重了 一宝还在睡觉 爷爷小心翼翼地将宝宝放入篮子 测量后一宝被吵醒用后腿不停地拍打着 爷爷爷用手安抚宝宝让他再次入睡 然后爷爷来到爱宝房间告诉爱宝一宝 现在的体重是2593克 谢谢你把宝宝养得这么好 最后我们一起看看一宝和爱宝 一起趴着睡觉的温馨场面吧 看见爱宝随意摆弄一宝 我才明白爱宝已经学会成大的摆烂带娃了 这天江爷爷看见一宝的不良睡姿倒立 立马叫爱宝帮助一宝调整睡姿 爱宝躺着无动于衷 江爷爷不停地唠叨 爱宝只好转了一个深将宝宝盖住 江爷爷说是要调整宝宝的姿势 爱宝才用爪子随意给宝宝调整了一个姿势 直接就变成了瞎宝 爷爷说这样宝宝会更累的 可是爱宝只想睡觉 睡醒了爱宝就干饭 江爷爷又提醒他注意后面宝宝 不要压到了 爱宝看了看爷爷 然后继续干饭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天 带娃跟成大通过电话了 学到了只要自己躺平 奶爸应该会比我更着急的 有次成大带娃正在喂奶 突然发现奶妈不在 成大直接就倒地躺着 害宝宝根本吃不到奶 成大根本不管娃准备睡觉 没想到这时候奶妈回来发现了 成大立马把宝宝叼起来抱在怀里 假装自己很认真的带娃 带娃睡觉也是豪放的睡姿 奶妈都要经常看着成大 生怕又出什么妖儿子 宝宝在成大眼里非常的重要 除非用一个苹果或者盆盆奶才可以换 小苹果到手宝宝你们随便抱走 熊猫圈都流传一句话 成大带娃 活着就好 真怕爱宝学到成大的精髓 这样让两位爷爷可有的累了 不过由于两个双胞胎的出生 爱宝已经快两个月没出门了 虽然是显而易见的胖了 但是也是显而易见的憔悴沧桑了不少 爱宝肯定很怀念在场外的日子 如果不是两位爷爷的精心照料 真不知道爱宝会变成啥样 两个宝宝快快长大吧 很期待看见爱宝带着双胞胎宝宝一起出外场玩耍的场景 不知道两个宝宝会不会像福宝一样是个废头的 直到听见江爷爷演讲时说应该赔不了福宝过四岁生日时 才明白福宝和爷爷分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今天江爷爷的演讲开始了 开始爷爷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成为饲养员的 再就是一些照顾宝家族之前照顾的小动物和工作经历 从金钱抱到小猴子再到熊猫 熊猫爷爷做了详细的介绍 从照顾的第一只熊猫历历到后面的宝家族 爷爷都是激情认真的讲解 尤其是福宝的成长过程和爱宝的母爱 以及如何教育福宝 看得出来爷爷对宝家族的用心 爷爷说福宝名字是幸福的意思 带来幸福的宝物 而且很坚定的说福宝会幸福的 福宝是名字是幸福的 福宝是幸福的 福宝是幸福的吗 幸福的 爷爷说自己整整工作了36年 好像给动物们做了很多事情 但其实从动物那里得到的更多 动物们给爷爷带来的回忆和经历 让爷爷更加的快乐 幸福的活着 所以爷爷经常会感谢动物们 爷爷还说了一件不太好的事 就是爱宝有了双胞胎 女儿福宝是一直住在爱宝房间隔壁的 但是现在保护新生儿母性内心很强烈 可能会出现攻击或者不喜欢的行为 大家都问为什么要让父母和子女分开呢 将爷爷也是做出了回答 爷爷站在福宝的立场来说 帮助他度过健康的熊生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为他的熊生加油 帮他适应 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应该独立 最后爷爷回答了大家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 送走福宝的时候不会很难过吗 将爷爷说当然会非常难过 但是从福宝一出生 爷爷就遇见了离别 并且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走 所以爷爷和动物们分别的情感 怎么调整情绪 爷爷都事先想好做好了准备 不是要断绝感情 而是把感情隐藏起来 所以说跟福宝离别的场景 爷爷应该在心里预言了无数遍吧 知道听见江爷爷演讲的时候提到宋爷爷 我才知道原来当初 江爷爷把宋爷爷带到熊猫世界 并不是很开心 现在宋爷爷应该很感谢江爷爷吧 毕竟宋爷爷现在可是彻底沦向了 果然没人可以逃过真相定义 要知道福宝出生的时候 江宋爷爷就仿佛得到了全世界 无法停止拍照 把福宝当作世界上最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宝物 所以从出生到现在给福宝做了上百件玩具 让福宝的生活充满了无限惊喜 有天清晨宋爷爷准备一个小雪人礼物要送给福宝 爷爷不停地挑选位置 他希望福宝一来就可以看到惊喜 所以不停地更换小雪人的位置 最后挑来挑去还是选择了第一次挑选的位置 福宝也是一上班就看到了爷爷送的礼物 虽然福宝不认识小雪人 但是福宝好像通过嗅觉闻到宋爷爷的气味 最后把小雪人开心地抱在了怀里 高兴地手舞足蹈 爱是什么 爱是福宝出生一千天的时候 爷爷和福宝说 破你的福 我开心了一千天 你不必很聪明 保持健康就好 爱是福宝从树上掉下来 宋爷爷没及时接住自责故隐 爱是爱宝怀孕 宋爷爷休假 还深夜去爱宝乐园看望 爱是乐宝心情低落 宋爷爷爷举牌都乐宝开心 爱是第一次抱双胞胎 宋爷爷爷脸上的喜悦和激动 爱是爷爷爷被采访的时候 说到日常生活中 除了想福宝 好像没有别的事了 你永远是两位爷爷的熊猫宝宝 希望你回国后 能够带着美好的回忆 快乐的生活下去